根据韩媒报导 5月18日 深受众多人喜爱的韩国女团游渣亲骨 传出与经纪公司合约齐满宣布解散的消息 曾经被评价为续约可能性最高的游渣亲骨 突如其来的消息不仅震惊粉丝外 其他偶像团体的粉丝也为此感到惊讶和惋惜 以下就赶快来看看 游渣亲骨的解散令人感到可惜的原因 自2015年出道的游渣亲骨 曾经是中小型经纪公司 相当于地下一楼练习式规模出身的偶像团体 出道初期的路途并不顺遂 当时BTS所属公司VKey娱乐 和游渣亲骨公司Source Music 合作推出女子团体Glam 但是因Glam成员涉嫌恐吓勒索演员李炳宪的事件 在团体还未成名之前 就宣告解散了 也因为这起丑闻事件受到大众的舆论 付诸心血栽培出道的女团不但没能成功 还硬闹出争议差点让公司倒闭 可能是因为前辈女团Glam的失败 以及游渣亲骨是Source Music的首推女团 在公司残酷又严厉的培训下 游渣亲骨还未正式出道以前 就曾发生过一名成员逃跑 导致游渣亲骨出道延迟了两个月 出生自中小公司的游渣亲骨 也有个名声不好的前辈组合Glam 出道前有两名成员退团 还有一名逃跑等在相对不利的条件下出道 再加上2015年出道的偶像团体 就多达50组左右 当时也推出众多走清纯路线的新人女团 竞争激烈的环境下随时都有可能遭到淘汰 游渣亲骨在某次活动现场 因下雨导致舞台湿滑 成员即使多次摔倒 还是重新站起来面带微笑 坚持表演完 相关直拍影片在网上疯传成为话题 成员们的敬业精神 深深烙印在世界各地网友的脑海中 他们的舞蹈整齐又有力量 清纯之上再加点power 出道满一周年 就凭借着主打歌时间流逝 在音乐节目达成15冠王的记录 让游渣亲骨疾身大事女团的行列 即使累积了一定的人气 也不感到自满 他们蒙着眼练习跳舞 无法想象得付出多少努力 才能这样掌握好方向和走位 而且游渣亲骨是没有人性争议 实力无庸置疑的女子团体 也称得上是养活的中小公司的经济支柱 最终还是难逃七年魔咒 游渣亲骨公司被BTS公司收购后 对本来期待他们能有更好发展的粉丝来说 解散的消息其实蛮令人冲击的 游渣亲骨真的是很努力才走到今天这个位置 突如其来的合约结束 宣布解散怎么会这样 这是今年听到最坏的消息 这是整人偷拍对吧 以上等对于游渣亲骨解散 而感到相当惯惜的反应 以上是今天的三分钟K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